马萨伊部落认为狩猎狮子是一种勇气和个人成就的本体 在过去,当狮子数量很多的时候 部落的勇士鼓励他们独自面对猎狮 狩猎是一种激动人心却又危险的传统活动 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情节 可怜的狮子国王被水牛和马萨伊部落的勇士残忍地摧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上面堆一头狮子是一生的难忘体验 马萨伊勇士通常是年轻的健康的成年男性 他们主要生活在东非的高游地带 马萨伊人民深知狮子对于非洲草原的生态是重要的 因此他们在狩猎的时候会非常小心 勇士们不允许无差别的狩猎 而且必须遵守规定 另外 马萨伊部落狩猎狮子时会使用盾牌来防御和投掷毛来进攻 尤其是毛的尖端他们会涂上树枝 这种树枝含有大量阵阶级 因此当被独毛击中的时候 狮子会被麻痹逐渐停止呼吸 狩猎从黎明开始 年老的勇士会讲述过去狩猎的故事来鼓舞年轻一代 让他们也能够勇敢地面对狮子 当孩子们还在睡觉时 马赛勇士悄悄地离开村庄 避免遭遇猎物 一旦确认猎物 他们会用铃声追赶并挑衅他 勇士们跑到灌木丛中 看到狮子们正在睡觉 他们朝着行列冲过去 这一次狮子被吓了一跳 但仍然咆哮大叫 冲向马赛勇士 幸运的是 一名战士设法射杀了狮子 使他摔到地上朝死亡而去 一只母狮在上空袖着他的猎物 野牛正在大沼泽地展开追逐 一旦发现野牛走得缓慢 他立刻跳起来攻击 毫不留情 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技巧 他以为会有一顿美餐 但是同伴们跑过来吓跑了他 另一头雄狮也冲过来攻击 用他强壮的身躯和锋利的武器 将野牛扔到空中 但是 这只狮子抵抗不了野牛的力量和攻击 他被无攻而返 今天 马赛勇士们分成几组离开 有些人是经验丰富的老战士 有些是年轻而强壮的勇士 他们在前后向着开阔的地带进发 他们是勇敢的战士 准备把狮子抓住 这是一群年轻的勇士 如果他们还没准备好 那么还不属于这个团队的人 将被遣返家中 一次猎杀可以持续到十个小时 勇士必须去追捕狮子 使他发怒 他们必须选择一个宽敞的地方 这样狮子就没有机会在灌磨船中前 一群勇士已经可以看到熊师 他们仔细观察 等待着最佳的攻击时机 然后标准的勇士队伍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狮子抓住 狩猎狮子时 狮子狩猎小组会提前计划多天 这个计划的行动是秘密的 部落里除了战士自己以外 没有人知道要捕捉狮子的人 这一带地区属于马萨伊人所居住的地区 他们的栖息地通常是草原和山林 现在马萨伊人需要花费十多个小时 才能找到并且杀死正确的狮子 他们开始沿着草原走 在那里其他动物也生活 狩猎也开始了 狮子正要扑向斑马 马萨伊战士们趁此时机 拉起弓箭准备射击 战士们瞄准了一只大成年雄性狮子 他们一组人耐心而稳定地向前冲去 狮子冲撞着咆哮着 马萨伊人没有退缩 他们用毛刺入狮子的嘴中 这导致狮子内部受伤 很快被凶猛的战士打扮 血淋淋的猎杀 狮子已不再有力 他们窒息而又吐出自己的血液 直到崩溃 其他的勇士没有急着向前冲 他们必须等待 确保线路已经死亡 如果他们假装死亡 后果将是太大了 获胜者将获得双面装饰的肩带 在庆典的一周里佩戴 今天 狮子的计划已经破灭 当其他一些野牛发现他们的气味 冲过来追赶时 为了逃跑 狮子必须去最近的树 爬上山丘 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害怕而孤独 看来今天对这条线来说 不是什么好运气 当野牛们决心等待时 他们知道是杀戮的时刻 最后 狮子无法承受这一重量 他滑落到地上 他咆哮着 被一群野牛 用他们锋利的脚脚落机 作为绝望的结果 狮子被攻击 他被带到精疲力尽 再也无法承受野牛的凶猫 今天的命运 对狮子来说是一个残忍的结局 他躺在地上 被击败了 面对着一种必死无疑 卧茨瓦那河边 发现了一只鳄鱼 正在水面下跳远 他用爪子 把鳄鱼裹在水里 咬住鳄鱼的鼻子 但只是几分钟后 两个年长的小孩子 已经安全地渡过了河流 母狮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 不惜一切代价 这时 狮子被迫做出快速决定 并且毫不退缩 攻击发生得太快 摄影师Pierre D. Riggs 直到后来检查照片 才发现自己拍摄了什么 Pierre说 我小心翼翼地 看着一群狮子穿越河道 突然间发出巨大的水声 当时一群母狮躺在地上时 一只鳄鱼突然出现 狮子正在喝河水 鳄鱼突然来袭 所幸的是 狮群得到响应 反击并不落下飞沫 它们聚集在一起 共同对抗鳄鱼 这是狮子最强大的武器 狮子最强大的装飞沫 是纸上屏 一个熊狮投出复仇 对埋伏在那里的猎狗 产开抱负 及时观察 并等待正确的时机 母猎狗不费太多的力气和智力 就迅速击败并杀死她的猎物 但却没有看到她的幼崽 她开始惊慌失措地寻找 仍然找不到小宝宝 此刻狮子吸引了猎狗的注意力 她开始寻找猎物 视频显示一只饥饿的鳄鱼 死死地抓住斑马的右腿 试图把它拖入水中 斑马被拖入水中好几次 但它都成功抵抗 并逃离了这个沼泽杀手 一群斑马奔向水中 开始穿越河流 却不知道鳄鱼正在等待 结果斑马被鳄鱼忽然挂住 并抓住它的肚子 大型鳄鱼可以在一瞬间杀死猎物 它们一抓住就立刻把它们拖入水中 由于此处没有多少动物穿越 它们饥饿难耐 一到机会 它们立刻游过去 斑马被鳄鱼杀死后 其他鳄鱼立刻围上来争抢食物 争斗爆发了 一群斑马奔向水 一群狮子正在贫瘠的荒漠上悠闲地行走 它们发现了一头野牛的存在 它们必须迅速围惧起来 准备进行攻击 一只熊狮已经瞄准了目标 其他的狮子则站在一旁 玩了一会儿后 野牛被击败 狮子们变成了美味的大餐 狮子们有一个成功的狩猎日 这表明它们正在悠闲地享受着 突然 一群披毛的出现在它们身边 这种动物被狮子们憎恨 因为它们具有极其不愉快的突发性质 在它们庞大的数量中 它们毫不犹豫地骚扰狮王 顽皮的猎狗在它们的群中 冲进去咬狮子的尾巴 此时 狮子的脾气已经消失了 带着强大的威严 咆哮而出 吓得猎狗们逃跑了 问题是猎狗的群体太大了 蜇数据 与寻臣的群体太大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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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